因此 动听的语言 并不都是豪话 沙士比亚华夏在富丽堂皇 也只是坟上楼阁 沙士比亚明治的人 绝不坐下来 为失败而哀吼 他们一定乐观地 寻找办法来家一管 就沙士比亚 道德和财义是远胜于富贵的资产 堕落的子孙可以把贵钱的门毕败坏 把居负的财产当毁 可是道德和财义 却可以使一个凡人成为不配的神明 沙士比亚黑